其实两岸福贸协议的范围 其实算小的 这个洽签的过程 就已经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了 那未来应该说 现在正在进行的 货品贸易的部分 其实范围可能更大 更广泛更复杂一些 您之前曾经说过 如果福贸不过的话 那货贸就更不必谈了 那现在您还有信心 可以说服国人 继续谈下去继续开放吗 那本来我们预期要 去年底就要谈完 那么今年如果说是 这个能够在下半年 能够谈完的话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晚了 因为到年底其他国家 比如说跟这个中国跟韩国 或者跟日本之间的这个FTA 一旦谈完了以后 我们都还没有签的话 那个时候冲击马上会发生 如果福贸现在卡住了 比如说无法生效了 要重新在逐条审查 也许要面临重新谈判 那么货贸的情况呢 您先前提过 现在谈判的气氛 似乎有点冷了 对因为福贸如果要重新谈判的话 基本上货贸是谈不下去了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前面谈好了 你前面谈好了以后都不生效 那后面还谈什么谈呢 对如果换成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们这个任何两个 两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 谈完以后你说反悔了 我不谈了 那后面要不要再继续谈呢 对不对 前面谈完都不生效 或者是都不承认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而且全世界都在看 因为我刚才一直强调说 其他国家对于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协定的进展 那么如果说我发现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谈的东西也不见得会生效的话 那其他国家他也不一定会有意愿跟我们谈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谈判可能会喊咖吗 至少可能就悬在那里 就摆在那边 摆在那边可能也不会有什么进展 福贸不过 福贸没办法谈 我觉得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但是也有一方说法认为说 既然我们要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降关税 如果说台湾的产业能够有效的升级 能够很好的转型 能够加大竞争力的话 其实还是一样可以吸收掉涵盖掉所有的关税部分 您觉得这种说法具体可行吗 这个说法其实我认为 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台湾今天的产业结构 我们过去虽然我们制造也很强 可是我们强在哪里呢 绝大部分都是在代工 我们代工做得很好 我们的代工技术很好 我们代工的成本很低 可是在整个产品 整个产业链里面来看 真正价值最高的 获利最高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设计在技术在品牌 也就是以前施政荣先生讲的这个微效曲线的两端 那两端才是真正获利高价值高的 那我们是在比较低的那一部分 那当然那一部分我们过去做得不错 所以我们有不错的利润 这个利润如果说比如说是两成好了 那你如果说那个关税又扣掉一成 甚至更多 那就没有什么利润 这个利润对于出口的竞争率来说是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然我们在本身产业方面 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设法去提升我们 掌握我们的关键技术 提升我们的设计能力 开创我们的品牌 我们这边我们还要去努力来做 但是这些都需要相当的投入相当的时间 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做得到 而且我们的市场也很有限 我们如果出不去的话 那事实上就没有所谓的品牌的机会了 因为品牌一定要靠市场来支撑 所以非常困难 对所以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自己来节省成本 我们可以来抵关税这一块 这个关税我想如果说真正只有那么一点点差距的话 那全世界都不会说都在追求这个所谓关税的利益 都在强调关税的减免 从WTO到现在 每一个国家都是希望在这方面 能够这个解决 那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非关税障碍 除了关税以外 贸易协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非关税障碍 也就是我刚才强调制度化那一部分 因为你的产品再好 但是有了非关税障碍的时候 你的产品一样进不去 你就算是进去 你一样跟别人就会产生不公平的竞争 不利的竞争 所以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 是 您曾经说过如果开放大陆大型企业来台会打垮全台湾中小企业 这种说法您不能接受 对我不认为这样 是您乐观的理由在哪里 第一个其实服务业本身 所谓大型企业很少的 除了金融 金融比较是属于大型的 那么一般的服务业其实也都是中小企业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刚才我们谈到这些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就是看服务品质 那么我们的服务业 我再三强调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业实际上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有口皆碑的 以我过去服务的航空公司来讲 比如说我们台湾航空公司 我们华航 我们说跟哪一个国家航空公司 就算你再好的飞机 再好的设备 可是我们绝对不认为是说有任何国家的服务 我们会担心没有竞争力 绝对不可能 所以服务本身它是一个人的一个所提供的服务 不是说有大的资金 大的规模就可以达到这个就可以垄断市场 就可以强势这个市场的大饼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担心 那根据前一阵子的这个日本日经新闻报导 所引述美国白宫官员的一些说法 认为台湾最快在明年底之前就可能加入TPP的谈判 是这样吗 台湾或者其他国家能够能够参加呢 这个要看你这个当地或者是该国的这个相关条件是不是具备 那我想这里要接受到很多的问题 包括你国内市场是不是开放啊 你的法规是不是松绑啊 所以不是说今天这个你想参加就能够参加 因为TPP是一个很高标准的一个开放的协定 是不是我们的国民心态上也不见得准备好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很多的法规啊都需要松绑 今天如果说我们对于开放市场仍然保持一个很很保守 或者很很疑虑的一个一个态度的话 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标准 尤其是TPP的标准 如果核四不能够相转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 就是现有的核电厂一定要演绎 一定要演绎 如果你现有核电厂不演绎的话 其实那就马上会面临作为供电的这个不一定的问题 对核一二三的演绎就是我们的备案 对